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喽12点Luna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9号礼拜六 那今天呢,又很高兴了 就是睽違已久又见到了大家 不知道大家过得好吗? 那在加拿大的同学呢 也请就是多注意一下 就是身体安全啊等等的 然后也祝大家佳节愉快 那在台湾的同学 或者说就是想要继续留下来的同学请注意 就很多就要报名明年2021年9月的科系呢 部分的竞争科系都已经额满了 就譬如说SEIT的Baking或者Curinary 这些的科系都已经额满了 BCIT的同学也有一些科系想要申请都已经额满 所以呢,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话呢 请尽早跟我们顾问联系 那我们也可以帮你尽早规划 这样才会来得及哦 那接下来就来看我们的新闻吧 那我们这礼拜的哈新闻的话呢 主要是有这几项事情哦 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是加拿大疫情速报 然后再来的话是疫情之下的加拿大新闻 那再来的话呢 是加拿大的一些综合的消息公布 还有一些加拿大的移民新闻更新 然后跟各种的签证的审理变化 在加拿大的疫情的话 我们12月18号有一些更新 那以安省来说的话呢 他的确诊人数是来到15万1000多人 那魁省的话呢是172801人 那卑斯省的话是45400人 然后亚伯达省是87581人 那如果说以新增人数的部分的话呢 安省的话是2290人是34% 魁省的话呢是1773人是27% 那卑斯省的话呢是624人占9% 那亚伯达省是1413人占21% 那薩省的话是245人是4% 慢省的话是350人是5% 那总共加拿大的话 确诊人数共有49.5万人 那美国的话呢就是1787万人 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安省的话就是之前 就是如他们所预估的模型来说 12月份会来到2000人嘛 不意外但是蛮就是还是蛮难过的说真的 那但是呢我们随着来的话也是有好消息 加拿大的疫苗已经开始施打了 在12月14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开始了600万支的疫苗 他们因为会分两阶段施打 一个人必须要打两次 第一阶段的话呢预计有300万人 那他首先施打的对象 会有一线的医护人员 跟在长期的照护场所的居民 然后还有他的护理相关的照顾人员 那再来的退休之家的居民 还有接受照护的人 原住民社区的成年人 还有80岁以上的长者 他会依供应量来决定说 逐步的往下递减到70岁 而是目前现在开始施打的部分 他们目前是有预计说 2021年的4月会向大众 就是更广泛的提供疫苗 就是1到3月的话 他们也是会逐步的公布 那目前呢他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讨论 譬如说注射疫苗之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会有麦玛大学的副教授 同时也是传染病的医师 那他有说短期之后还是有必须要戴口罩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接种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是分阶段 所以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接种了之后什么时候产生免疫力 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还是呼吁说一定要保持一样的习惯 再来的话呢是家国接受疫苗的第一个老年人 他是在魁北克市 那还有多很多的话有一个个人看护的女照顾员 他们是第一批接受的 他们的话呢是还有人有问一些相关的问题 说如果你已经接种了疫苗 那会不会还那个吸带病毒呢 那多很多那边就负责这领域的专家 他就有说大部分的疫苗临床试验 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而且牵涉的层面非常的广 所以他还是建议说大家一定要 保持距离嘛 然后还有携带口罩跟那个勤洗手消毒 在疫情之下的加拿大呢 有许多加航的航班有停飞 那主要是大西洋省份的这些航班 包含辛斯科西亚省的哈利法克斯 还有辛布兰资维省的菲德里顿 那再来还有爱德华王子岛的沙洛镇 还有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的蒂尔湖 这四个城市的航班都有停飞 那另外呢就是多伦多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他就取消了新年夜的免费乘车服务 那大家请记得哦 目前的防疫框架是在封锁阶段 那因为呢在疫情之下的封锁阶段 很多同学就是也有问说 那到底我在的区域是不是封锁阶段 还是在另外一个阶段呢 那这部分的话我有把网页整理出来 就是提供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行上COVID-19 这个安省的网站去查询 就是当你往下滑点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find your local COVID-19 zone 然后你可以从这里面呢查询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区域 那当然在这网页当中 他底下还有针对这五个阶段的一些细部说明 还有他实际的规范是什么 那另外一则加拿大新闻的话呢 是还蛮惊讶的 每年呢其实有数百万元的大学奖学金 没有人申请 针对grammy.ca 这个网站表示了 就是大学生平均都会背负2.6万的学债 就是蛮多人都需要用奖学金这个服务 降低自己的生活压力 那这部分的话呢同学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但是大部分是针对当地生的 而国际生的话呢 他们的奖学金名额是有 但是比较少 建议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的网站 通常这种申请的机会是当你申请入学的时候 还可以再开始申请奖学金 或者我们有同学直接是靠着在学的成绩表现优异 然后直接拿 这样子也是蛮简单的一个途径 那当然还是努力靠个人 另外一则新闻是多伦多的房租 并不是在加拿大最贵的了 那目前以房租最新挤掉多伦多的是温哥华 主要原因是因为COVID-19之后呢 多伦多呢受的影响最大 因为他们疫情比较严重嘛 所以他的Airbnb的那种短租公寓啊 然后都已经转坐长租或者抛售 然后也有蛮多年轻人为了省钱 所以房客也不足了他们就搬回去跟父母 或者跟其他人合租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用实际的数字跟大家说明 在11月份的话呢 多伦多一房的公寓呢 是减了5%来到了1900加币 那温哥华的话呢 是减了1.5%是1950加币 那12月的话呢 多伦多就是同期比跌了17%以上 那温哥华的话呢 也是大概跌了11%以上 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通常 为什么会温哥华就是反而跌的比较少呢 是因为疫情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多很多的疫情 普遍来说会比温哥华严重一些 所以蛮多原本要前往加拿大多很多的同学呢 大家都会转往温哥华这个城市 等疫情好之后再看说要不要搬走 或者说他就是直接留下来 那另外一则加拿大移民新闻 就是呢 蛮多人会问说那移民 就是要申请最后的目标 就是拿到枫叶卡嘛 枫叶卡的话之前都需要面试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他们就有采取了一个新措施 所以他们不需要面试了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有稍微把流程写一下 有需要的可以自己 就是再研究一下哦 而学签的话呢 就是 DLI签证的 那个DLI的学校清单呢 还是有更新哦 那目前的话是更新到12月15 下次更新时间是12月29 至于毕业公签的话呢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实体会就是改成线上 那他还是一样跟之前的规则 我们大概 那疫情之下的各种签证审理变化 就是旅游禁令的话 目前还是在1月21 明年的2021年的1月21%以上的话 你是可以照样办理毕业后公签的 所以像我们同学有那最近出发的是 因为他是9月开课 然后只上两个学期 所以呢 他在9月的时候 已经在台湾上的第一学期了 所以他第二学期就必须要入境 所以他还最近就是准备要飞 因为1月要开学 那再来的话呢 是加拿大签证审理的时间更新 那目前的话呢 学签出发还是在停留在15周左右 那学签延前的话有变长 就原本是两个月多一点嘛 那现在是几乎是三个月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延前的同学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时间 那再来的话是 IEC打工度假签 这部分的话还是一样是79周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 目前是停抽停省 就是已经结束了状态 那至于观光延前的话是192天 那这部分的话 如果签证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再请问一下移民顾问 或者合法的一些机构哦 那最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新闻的话 或者有什么建议也欢迎跟我们说 那也欢迎订阅留言加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